在這裡風景超級美的 好優美喔 太美了吧 可以看到湖景跟昭和星山的景 而且還有就是可以讓坐著的那種沙發椅 青少肉 有衣服 看起來超好吃的 你有一個美食當做一整天的結尾真的會非常非常的幸福 就覺得今天玩什麼都很值得 凍野湖啊 每天都 每天都會有花火大櫃 如果你喜歡日本旅遊或對日本生活有興趣的話 歡迎訂閱Yui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Facebook跟Instagram 那影片開始 嗨喲 我是住在日本台灣的Yui Yui今天來到了北海道的凍野湖 之前就有在影片說過 我很想要在北海道住一年 體驗它的一年四季 但是目前這件事情還沒有辦法做到 所以呢 就是之前冬天有來北海道 那今天呢 是來夏天版本的北海道 這次的北海道之旅呢 會去凍野湖 地獄谷 還有我個人非常非常一直很想去的 木兩眼的薰衣草花田 那今天呢 先來到凍野湖這邊 我們今天要去一個非常酷的體驗 也就是直升機 一來一大早就要去搭直升機 非常非常的酷吧 那冬野湖呢 據說是日本三大火山口湖之一 那是第三大的 那這邊的風景非常優美 非常的漂亮 然後這邊還有很特別的 很像水上城堡的觀覽船 也都是會在今天的體驗裡面 帶大家一起去玩 那我們就先來去搭直升機吧 我們要去吧 行きましょう 我們接下來要去的直升機呢 它基本上要兩個人以上才可以參加 要兩或三個人 那平常我都是一個人旅行 所以呢 我就 臨時掙招了我朋友 陪我一起去搭直升機 然後還非常好心的開車載我去 所以我這幾天呢 這兩三天的行程 都會是自駕遊的方式 在凍野湖這邊繞 然後我們在租車的時候發現一件超酷的事情 就是那個 我們在新千歲機場租車 但是要搭超級遠才會到它的租車場 就是北海道真的非常的大 欸 你租車是有先在網路上預約對不對 對 我有先在網路上預約 大家可以先在網路上預約 然後搭他們的接駁車到租車的地方 就可以自駕在凍野湖玩 我們今天要去搭直升機的地方呢 是在統昌展望台這邊 日文叫做Sairo Tempo Tai 這邊是非常有名的一個觀光景點 很多人會來這邊就是可以這樣子 眺望整個洞野湖 算是這附近的一個制高點吧 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那個洞野湖美景 然後呢還有一個 Omiya店的商店可以在這邊買 我看到很多白色戀人餅乾 還有看到很多韓國人 Klaus升機了 就在前面 要準備來去燒錢囉 我好像看3分鐘要4000多 然後6分鐘要7000多 9分鐘要破萬 燒錢囉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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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超級讚超級推薦大家一定要來搭 雖然那個錢就是花下去覺得滿貴的 但是搭起來真的超級值得 就感覺自己已經變成空拍機視角 從上面俯瞰整個洞野湖火山 而且重點是機長很帥 突然想要交一個會開飛機的男朋友 而且從上面看火山啊 會看到那個冒煙啊什麼的 都是平常我們在下面的視角看不到的 非常的推薦大家一定要來搭 我剛才去問店員這個白熊是真的嗎 他們說是真的熊的標本 哇北海盜好酷 商店裡面呢還有出現那個 銀魂的那一隻洞野湖的木刀 玉玉的朋友現在非常興奮 看到這個 宅宅看到這個非常興奮一直在拍 再走 現在呢來到了Leg Hill Farm 是離那個展望台還蠻近的一個景點 然後是我的YouTube好朋友單體推薦的地方 我覺得這邊的那個花 顏色很漂亮很好看 但是數量沒有很多 就是一重一重這樣子 然後大概有三四重 對然後是我非常喜歡的藍色跟紫色 雖然這邊的那個花的數量沒有很多 但是我覺得環境還蠻輕優的 然後看過去是陽體山的風景這樣子 一望無際很不錯 然後也不用入場費 然後這邊有個餐廳可以在這邊吃午餐 路過的話可以順便來玩 哇賽這裡風景超級美的 好優美喔 太美了吧 我在這邊的那個餐廳點了一個Jerado 它有A館跟B館 A館呢是有一些閒食跟甜點 然後B館是賣義式冰淇淋Jerado 那我這邊點了一個很特別的 它叫做 洞野湖礦物質鹽冰 然後另外一個是 來北海道一定要吃的牛奶冰 喔我現在這個是牛奶的 白色是牛奶 然後礦物質鹽是這個 有點綠綠的 我覺得顏色蠻酷的 好濃郁喔 不愧是北海道的牛奶冰 他們的那個Jerado裡面 冰店裡面其實也是可以在室內吃 但是裡面超級熱 雖然裡面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風景 但是我們還是決定出來吃 因為真的太熱了 這味道好熟悉喔 我覺得鹽冰吃起來有點像是 味道比較淡的那種 ラムネ汽水冰 蛋豬汽水的味道 然後味道是比較淡的 牛奶好好吃 然後Yu的朋友說 坐在這邊吃冰 然後看羊 看著羊蹄山 覺得很悠閒 我們現在呢來到了這個 東野湖汽船 要去中島 一顆很像小饅頭的感覺 我們剛才在直升機上面看到的中島 現在出發了 出發出天花 我們的飯店呢 有給我們這些附近的一些觀光景點的Coupon 所以可以打九折買這個船票 這樣子只要1350 我剛才覺得中島長得很像一顆饅頭 然後就去查了中島 中島是有大島變天島 觀音島跟饅頭島 四個島的總稱 所以真的有一顆是饅頭 超可愛的島的名字 然後他說 中島是大約五萬年前火山噴火行程的 長知識了 洞野湖啊 有珠山啊這一帶 昭和星山這一帶 好像有被國際教科文組織選為 世界的地質公園 它的名字叫做洞野湖 有珠山地質公園 然後呢 同時也是日本白景之一 算是來到洞野湖這邊 必來的一個觀光景點之一 那其實我們來這個中島 是想要進去後面那個森林 有一個散策的路線 但是 我們剛才跟天鵝玩太久了 我們剛才來這邊想要進去的時候 他說就是只能到2點半 然後我們大概2點40分抵達 就不能進去了 有點可惜 發現這邊有個很可愛的小小的 小賽前香跟小神社 這邊呢是有一個神木 然後這邊呢有一個 它的可以抽禦神圈 就是禦神圈的地方 而且它很特別喔 它抽的方法是用扭蛋 超酷的 金色的 金色的 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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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錯啦 也不錯 也不錯 真的好壯觀喔 後面這個呢就是 昭和新山 明明就已經在空中看過了 但是 站在山腳下看的感覺 很不一樣耶 還是覺得蠻壯觀的 那這邊呢 有一個步道 可以為 繞一圈這個 有珠山這個火山的 那現在風非常強 我感覺我就像是 台風天 還硬要採訪的新聞記者 那後面呢這邊就是 有珠山 其實基本上 平常應該是可以看得到的 因為它滿近的 就是也不用天氣特別好 但是因為現在真的非常的 雲霧繚繞 就是很多山藍 看不太清楚 還是可以隱約看到一點點啦 好可憐 在山頂上呢 它有兩邊 一邊是步道 一邊是展望台 非常非常強烈建議大家 先去展望台 因為那邊真的超級漂亮 可以看到湖景 跟那個昭和新山等景 而且還有就是可以讓坐著 沙發椅 可以在那邊休息 其實這幾年日本啊 很喜歡做這種 山上的TELAS 就是那種 一個平台 一個大陽台 讓你可以看整個風景的 這幾年非常的流行 而且通常這種TELAS座位 都是要另外付費的 可是他們這邊呢 都是可以直接免費進去 就你只要搭燃車上來就可以了 所以非常推薦大家 先過我們TELAS座 好 接下來呢是今天 除了直升機 最期待的行程 成燒肉 來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乾杯 YA 喔這好特別喔 他們的美酒是紅色的 我第一次看到這種紅色的美酒 它喝下去除了有美酒的味道以外 還有一點點杏仁的香氣 怎麼會這樣 好喝 開動 YA 喜歡先吃原味的 我看那個木耀的達哥 昆達他都會包飯吃 我也要學他 好軟喔 他們的定食還有附這個泡菜 還有這種韓式燒肉 會有的這種小菜 跟海帶雅湯 這家餐廳是在地人很推薦 很喜歡的一家燒肉店 我覺得味道吃起來 還蠻不錯的那種 很樸實的美味的感覺 牛酥 看起來超好吃的 ではいただきます Q彈很有嚼勁 Q彈很有嚼勁 但是不會那種很韌咬不斷的那種 其實我覺得烤牛舌的那個 烤的程度也蠻重要的 烤剛剛好 好會烤 要花 我們今天跑了一整天其實 非常的充實 然後最後來這邊大口吃 我覺得很帥 我覺得旅遊呢就是 你有一個美食當做一整天的結尾 真的會非常非常的幸福 就覺得今天玩什麼都很值得 好吃 我們還加點了海鮮拼盤 它的這個干貝看起來超新鮮超好吃 然後蝦子超巨大的 那北海道的蝦子好大隻喔 我在那個初戀裡面 看到他們吃蝦子都是臉可吃的 我想來試試看 是不是北海道蝦子都可以臉可吃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顆喔 我想要來試試看 肚子乾貝 超喜歡吃干貝這種海鮮啊蝦子之類的 北海道的干貝 好鮮喔 天啊太好吃了 等一下它的海鮮真的 很強 OK 我們今天 跑了一整天洞野湖的行程了 但是呢 大家要知道 就是洞野湖非常非常有名的其中一個活動 就是在每年4月底到10月這段時間 在這個洞野湖啊 每天都會有大約468的煙火的花火大會 那除了可以在湖邊看 也可以上這個觀覽船上去看 那我們昨天已經上去觀覽船看過了 自己看下來的感想 覺得在觀覽船上面看的那個 煙火的距離很近 然後聲響非常的震撼 如果想要體驗那種聖風秀鼓的話 可以上觀覽船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在湖邊欣賞這個煙火 那現在的煙火今天要開始了 所以等一下下 就帶大家一起看 東野湖的哈那邊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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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